屏東恆春一所學校被校車業者控訴 說侵占履約保證金沒有歸還 業者說三年前得標學校十條偏遠路線之後 付了五十一萬元的保證金 沒有想到合約結束了 但是這筆錢疑似遭到當時承辦的總務主任私自挪用 但現在對方已經過世 錢要不回來 棄得到學校抗議 對此消防人員澄清說學校這邊也是受害者 將會釐清責任歸屬 並且主動申請調解 校車開出校園 但仔細看每輛車上怎麼都有抗議不條 黑底白字寫著欠錢還錢 天經地義 屏東這間學校日前遭校車業者控訴侵占履約保證金 學校已經積欠我們款項兩三年了 那我們這個是一個履約保證金 控訴業者說一百零九年以五百多萬元 得標屏東恆春這間學校的十條偏遠路線 接送學生上下課 沒想到付了五十一萬多元履約保證金 卻疑似遭當時承辦的 宏信總務主任私自挪用 現在廠商要回收保證金 校方卻再三推脫才會前來抗議 利用那個AB合約欺騙我們 把這個公款給挪用 校方拒絕返還 據瞭解這名宏信總務主任 已經在去年因病過世 事後業者也控訴 學校校長似乎準備調職 質疑是要將爛攤子丟給別人處理 對此校方也出面澄清 強調將會釐清責任 究竟有無侵佔律師業提出回應 同意廠商進來失作 等於是他已經漠視了 這個履約保證金已經繳納的情況 學校被指控挪用保證金 但承辦人員已經過世 現在控訴業者恐怕只能對部公堂 解決眼前問題 借宿稅屏東報導